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导有他的效力 就是说我讲尽量讲 你接我多说 可是我也得讲 讲了希望你听得进去 这样 别人发生了你就警戒一下 知道说这个会摔下去就不要沾上了 摔下去有一次完事 可以当案例来说 就活成这个地方 你同学三到十当里面就有感觉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算真正危险的地方是 看不到的地方才可以 那校园里面是看不到的地方是谁啊 磁角 那个叫校园磁角 那我以前的那个教室那边的那个楼梯下面 不就有几层 对 所以那地方就没有开了 那地方就是啥 不太开放 让人家要进去 那后花园呢 后花园呢 后花园有监视器 像后花园有监视器 哥常常跑的 蛤 没事 那厂已经割掉 而且就有监视器 这种 现在校园还可以 都要有监视器 每一个监视器都要 而且 不只监视器 思想都会装监视器 而且监视器不是几位属里面的 我的桌上也有 事务主导桌上也有 我电脑打开就别太全校了 所有监视器 那我们都会装监视器 那你说校园思想还有一个地方 就一般讲的叫做厕所 那厕所里面 不能装监视器 可是厕所里面 监视器都是这样子 在海派的士兵难地 都有装警示的人 警示的人是什么 就是改一些警示的人 去那边一个案 他改定到人 后花园线改定 然后又去用警示 那是有人把保全解锁之后 他没有办法解锁 因为保全是连线 他是靠电的连线 他如果给你剪掉他 再被断线 警惠就知道吗 警惠知道我就会知道 就像一个电池一样 你把它剪掉 有用吗 而且他不会高 警察说是拿一个很厉害的工具 搞得像电影一样去把它接起来 不会 那家长会前面的楼梯 可不可以再把它做高一点 家长会前面的楼梯 就八五 就是那个牌子那边 对 牌子那边的楼梯 再高也没用 再高也爬上去 嗯 你不是要 他本来就是要当做一个隔离 隔这个围梯跟这个之间 那我坐的这个地方 这样子 那平常是这样子 我太高就把原本那个碑打住 那个碑是士尼博强 等于很重要的历史文物 那你不能反对吗 实际上那个地方还好 你如果你看学校的受伤品系统的分布 那个地方不算是受伤的地方 那个地方会受伤 大概就在商量的楼梯 那如果是因为 其他摄持不良受伤的地方 最多的一定是超纯跟游戏区 那如果是游戏区 因为使用不大受伤 好这排除在外 因为设备坏掉 维修受伤 会发生 偶尔会发生 只要我坏掉 就封几 先封 封往救文修 希望确定能够理工 阿妹啊 阿妹 等一下 那有人找不到学生 好